欢迎来到美厅 当着你的面做这三件事的人 多半瞧不起你 要多加留心 很多人戴着面具与人相处 他们从来不会让你轻易知道内心的真实想法 虽然如此 但一个人对你的态度究竟如何 其实都会留下痕迹 当一个人瞧不起你的时候 他的内心自然是不太尊重你的 他认为你不配和他平等相处 想说人际交往中对等的关系才能长久 在心理学上 如果一个人对你有这三种表现的时候 说明他打心底里瞧不起你 得多加提防才是 1.听不尽你的意见 总是站在你的对立面 社交场合最容易看出哪些人对你不对劲 在你说话的时候 故意打断你 对你的想法嗤之以鼻 经常站在对立面反驳你 随时随地操控谈话的节奏的人 其实就是不尊重你 不认同你 否则又怎么会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伤害你呢 当你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有些人心里面看不惯 就会在嘴皮上暗讽嘲笑 甚至把你的弱点当笑点 但当你问他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他们会否认 甚至责怪你太过较真 不懂开玩笑 实际上你的直觉没有错 这样的玩笑是一种隐形的人身攻击 请大家注意 任何一段正常的关系 都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这样的尊重 包括考虑对方的感受 理解对方的想法 而不是我行我素 随意决断 也正是因为珍惜彼此的感情 我们才会对对方的想法与建议更加重视 因此 无论你们表面上关系有多好 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尊重你的任何意见 那么不用怀疑 这个人其实是看不起你的 告诉大家一个戳心真相 你做得再好 也会遇上跟你合不来的人 他们曲解你的意思 甚至不怀好意的抬杠 将两人处在针锋相对的位置上 所以面对这样的人 别幻想改变他们内心对你的印象 因为他们的主观观念也是比较偏执的 打从心里看不起你 觉得你的某些做法是不好的行为 就算你再努力证明自己 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认可 如果他向周围的人吐槽你 你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 维护自己的权益或是直接远离他 二 要么对你高高在上 以一指气势 要么敷衍了事 无视你的存在 有时候 一个人给你与众不同的待遇 不是因为偏爱你 而是对你有偏见 他会故意不把一碗水端平 对待别人和对待你的态度 有着鲜明的反差 对待别人的态度体面周到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对待你的态度 却另当别论 没有最差 只有更恶劣 就像视力眼的人 会见人下菜碟 既不讲究情面 又不顾及你的颜面 其实一个人究竟是喜欢你 还是瞧不起你 你自己是最有感觉的 有些人段位很高 或许在人多的时候 并不会将对你的瞧不起展示出来 可是在人少的时候 或者没人的时候 就会将对你的敷衍 展示得淋漓尽致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再等对方回你消息 而他却去发了朋友圈 给别人点赞 就是不回复你 我们都希望 遇见一个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的靠谱的人 但事实上 瞧不起你的人 根本不想付出自己的热情 即使你对他再好 他也无动于衷 比如说 有的人明明和别人话很多 但在和你交谈的时候 突然态度冷淡 他不怎么回你话 总想看手机 最多出现的是敷衍式点头 和简单的NL 你甚至还能感受到 他根本没再认真听你说话 那是因为 人在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实 潜意识里总希望快点结束 他的行为和思维 也会开始迎合快点结束这个愿望 于是在无形中产生一种 想要驱逐你的意思 希望你能有所觉察 知趣的离开 生活中你会遇到一些自带优越感的人 他们读过几本书 就开始对别人指手画脚 他们买过奢侈品 就嫌身边人没有档次 他们出过几次国 就以为自己见过世面 这些人得意忘形 骄傲自大 总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时不时将 我有儿你没有的自我加冕是优越感 写在脸上 挂在嘴边 他们可以过得好 但你要过得好 就是你不配 表面上好像和你相处得很融洽 但是在言行中 却总是让你觉得 你不如他 男朋友又给我买包了 最新款哦 昨天在TripleX酒店吃大餐 你没去过吧 孩子读的那所学校 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 分享和炫耀 本质是心态的不同 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很正常 但是经常炫耀 就是为了展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结合场景 神态和语气 相信你能分辨出 真正优秀的人懂得自谦 不会在旁人的面前 展现自身的优越感 因为他们的实力 已经摆在了这里 不需高调炫耀 而有些人 因为拥有了某些东西 就愈发膨胀 飘起来了 这种人往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却觉得你配不上他们的高尚品位 倘若一个人想用炫耀来满足虚荣心 他就需要找一个他认为比自己低一等 自我感觉不太好的观众 在关系中 他们想要处于强势地位 掌握控制权 如果你要求平等 他们会不满 而你的存在 也仅仅是用来满足他畸形的优越感 而你只要比他们藐视你 更加无视他们 就足以让他们痛苦 为什么会有看不起别人的心理呢 在很多时候 看不起别人是一种投射心理 是自我价值感较低 或不稳定导致的 从看不起他人的行为中来 获得自己比别人强 比他人高级 和他人不一样的自恋感觉 从而把自己和看不起的人区分开 以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 而一个自我价值感高且稳固的人 不缺自信和自尊 不需要不停向外寻求自我价值感 也更懂得尊重别人 因此 对于这种无可避免的瞧不起 你无需难过 更无需纠缠 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是不现实的事 当有人瞧不起你时 小心提防 学会冷处理 然后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向着更好的自己迈进 用行动力去回击他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